但是我的聲音應該還蠻大的吧 可以嗎? 可以 我媽每次都說我是短腦康的 好 大家其實很高興今天大家來就是上就是失智症的 我的課程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人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來上課主要是想要學到什麼 失智症要吃什麼 失智症要吃什麼 好那整天要預防失智症 那我今天呢主要課程會分兩個部分 那我第一個部分呢會先要讓大家認識什麼是失智症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說我們在失智症的品質上 或是說我們的健康上要怎麼去避免失智症這樣子 那我先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是就是營養師 但是我是北歷畢業之後呢 通常大家營養師都會進去醫院嘛 去醫院磨練這樣子 那我是畢業之後呢 我就走到了長照這個領域 所以就是這是我第一份工作 我就做了十年 那我就是還蠻喜歡長輩 那也會覺得說自己可以給這些安養中心的長輩 或者是居家獨居的長輩 就去兼養的支持 一二三 好 好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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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我在就是在工作上呢 有遇到一些失智症的長者 那常常有時候我就 然後說有遇到長者他不吃飯 那我們就一樣 通常都會建議說 那你就多喝一次牛奶啊 飯給他多一點點啊 等等 結果發現為什麼每次都沒有效 那他有可能 不是因為他失智 他可能 你之後發現他可能不知道 那個飯是可以吃的 就像剛剛 就剛剛那個老師說的 就是說可能他是 認知障礙 好 或是說他一直覺得他自己吃飽了 好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失智症這個領域呢 我必須要去了解他之後 了解失智症是什麼 那他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才能提供 就是比較正確的 就是營養的介入 才能幫助到他們 好 所以我也去上了一連串 就跟營養沒有關係的 可能是認識失智症啊 或是說失智症 他們家裡 要居家 要怎麼去改造 或是說要怎麼去跟失智症的人 溝通等等 好 我就要陸續就上了上了 那我主要是希望 我自己能幫助到 我工作上的長者 好 那其實到有一天呢 好 等一下 之後呢 我就發現 其實失智症離我們不會很遠 好 不是說我們好像很快就失智症 好 那你們有遇過就是失智症的人嗎 有嗎 有 是 鄰居 親戚 還是家族的長輩 長輩 長輩 那有人照顧失智症了嗎 沒有 目前沒有 好 那有聽說就是那些就是鄰居長輩啊 有 有什麼 他們的行為是怎麼樣 有 有 有聽就是聽大家在 吃了就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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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吃 還有嗎 六親不認 六親不認 不認得自己的家人 那你有沒有把一個就是 他做夢的時候 會覺得現實 他會混淆 好 所以其實啊 就是失智症啊 每一個失智症的人 不可能會有一模一樣的狀態 好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 失智症離我不會很遠呢 好 那就是在其實在前兩年啊 因為我是就結婚是跟工科 跟好 那前兩年大概中秋節的時候 等到那個之前啊 其實我就覺得我婆婆 我婆婆那時候才62歲 好 之後我就覺得 欸他怎麼怪怪 因為他每天早上 都會幫我們準備 早 我們的早餐 中餐 早餐中他的水果 好 他大概在半個小時內 就要弄完給我們一袋 再去上 上班這樣 好 那之後就覺得 為什麼他漸漸好像東西 就是好像有個水果放在 廚房裡面 好 或是說啊 牛奶加奶粉沒有泡好 就覺得他很奇怪 好 那 最讓我覺得就是真的有問題的是 那時候有中秋節嘛 就是 小叔跟小小姐他們就回來烤肉 那我就說 欸媽那你幫我那個烤肉醬拿去稀釋一下 他說好好好 他就走到廚房 後我就發現他就站在那邊 就是靠我小姐在切菜 但是他手拿著那個烤肉醬 完全忘記他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之後呢 就等我小叔小姐他們回去之後 我 因為事實在上一年其實有一題啊 就是問民國 今年是民國幾年 好 那我就說媽啊 今天是民國幾年 然後我婆婆就說七十幾年啊 我就想說我活完蛋了 就是為什麼 欸怎麼好像婆婆真的是開啟的 真的有狀況這樣子 那之後呢 隔天因為他本來去直系醫院拿藥 他就跟我們約十點半 好 所以就是要去 叫我們載他 開車載他去 那五十點半下樓的時候 發生我婆婆不見了 後來之後 就是想說欸 不知道社區啊也沒有 那天那天還台風天 後來趕快打電話直系醫院那個門整 後來我就說我婆婆有沒有 這樣就說沒有 後來之後 我們還是開車跑去就是找我婆婆 後來就果然就是在那個 整間外面等這樣 然後我說媽 你不是說叫我們帶你來嗎 他說沒有啊 後來之後 之後我就說那你現在 你是坐幾點的接國車 那時候才十點 早上十點 他說我們到十二點啊 之後我就覺得就是 這個有問題 那之後 那現在其實在 呃 在確診他的疾病之前之間呢 其實就發現他可能有忘記了 就是日期 那還有就是他平常啊 他平常習慣都是 可能晚上都會在廚房摸摸摸摸到 可能一兩天那個十二點一點多 才會去睡 那那一段時間呢 他是九點就回房間了 就是跟別人平常不一樣 那還有就是那時候 我們覺得媽媽好像怪怪的 就是想要多帶他出去外面 接觸一些新的事情 因為我們住在安坑的 就是三嫂 所以長的東西都在家裡這樣子 欸就他去 因為他以前很喜歡串租 我們就帶他去後火車站 就發現 欸為什麼他走路的時候 都要牽著別人 跟他以前完全都不一樣 之後呢 他有些數字也不會念 那最後就是連那個 他就像說 你說這個六親不認 就是他 記不得就是孫女的名字 那最後那時候我們就是在 連紅帶片之下 叫他去看醫生 那之後呢就是 卻就是 我們就知道可以腦斷層 那最後結果呢 其實就是 發現我脖子不是失之症 他是一個腦瘤 那他這個腦瘤呢 可能是壓在我們記憶 或是認知的部分 那醫生就說 那時候在那段時間呢 其實我就一直跟我小叔說 我覺得媽媽怪怪的 但是我小叔就一直覺得說 媽媽只是累了啦 或是怎麼樣 那你知道做人媳婦的怎麼可能 每一天到晚都說 媽媽是不是有病啊 還是什麼的 就其實那時候我壓力也很大 但是 就還好我先生 就是支持我 就做大根話去看醫生 這樣子 那醫生都說 如果我婆婆在沒有去看醫生 那就是那個瘤破掉 我婆婆可能會死掉了 那我覺得 這是讓我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 就讓我平常這樣上很多課 我覺得我是要幫助到別人 但是 如果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我才會發現我婆婆那些很細微 比較喜歡的事情 才可以幫助到自己 所以今天我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雖然大家沒有照顧失智症的人 或是家族很多都沒有失智症 但是我覺得 我希望今天先讓你們認識失智症 那 或許未來你們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場和社區 或是在路上都可以幫助到一些失智症的人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在教大家是怎麼原理失智症 那現在為什麼就是剛剛那個老師有提到 就是失智症越來越多 那這個圖呢 像藍色的這一條 就是我們將20 這目前是統治到2013年 就是 平均的健康的年齡是到71歲 那這邊80歲呢 是我們平均的餘命 就是平均壽命 所以這樣相減下來呢 基本上我們人啊 有9年的時間 9到12年 是處於不健康的 所以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保護自己的健康 那延緩我們 就是縮短這段時間 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就是現在也是 就是因為可能醫療很發達 那就是我們平均餘命 就一直拉長 所以就是在失智的人越來越多 那像剛剛有一個那個 司公大姐也是提到說 呃 吃東西不知道要吃飽對不對 對齁 像我就在想到我外公 那時候我還高中的時候 我外公已經過世了 那時候我阿公就跟我說 我阿公很會吃 就說一餐可以吃50顆水餃 都一直說都吃不飽 那時候就覺得說 啊爸爸怎麼弄 就是我阿公怎麼厲害 所以其實我現在在接觸這一段 這個失智症 我才覺得可能就是失智症 只是因為那時候 可能叫做什麼老人之大 或是說連這個名字 這個疾病都沒有這樣子 那像大家沒有照顧過失智症的個案 那其實失智症呢就是說 我們不認識他 或是沒有辦法好好跟他溝通 不了解他 其實是會照顧起來 是非常疲憊的 那像有些就是孝子啊 他就照顧失智的媽媽 那最後就是太累了 就是把媽媽給殺了 那有一次我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北宜的教授 就是上網課 他就走過來 他就跟我講說 他自己本身也是照顧 就是自己失智的媽媽 他說每天晚上 或是有時候他們在上班的時候 就會有電話可能來說 你媽媽偷了我的東西 或是說 就是可能被送去警察局 或是說什麼 你媽媽在外面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就是提醒吊膽 他就是每次都把他接回來 而且他就說 他把房間的那個門都鎖起來 他還是可以出得去 所以就是 就是因為有點像浮靜池的炸彈 或是說 有些下班一回去 可能家裡都要塗了大便啊 尿尿 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廁所在哪裡 等等的 好 那每次講到這邊 像你們有沒有曾經說過 我忘登忘心 是不是失智症 有說過吧 但年輕人應該沒有 有嗎 會 會 像我媽之前也是很擔心 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都是 我媽都生女兒 所以就是 他只有現在我跟我爸爸這樣子 所以他就很擔心說 他講不到失智啊還是什麼 所以 那之後我就帶他們去上失智症的課 讓他們知道 怎麼樣那麼失智症 怎麼樣都見忘 好 那像這邊也很有兩種類型的人 像 藍色的 他的個性的特色呢 就是 他會忘記新朋友的名字 或是說 偶爾忘記 就是跟人家有約 就是偶爾的 或是像 有時候忘到忘息 但是可能 自己想一想 有時候我們走 會覺得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還會這樣走回去 再沿路再走一次看看 就會記得 好像他沿著線索 他可能會想起來 或是說 他常常跟別人講說 我最近記憶變差了 怎麼辦 還是什麼的 就是第一種人 那第二種人 他是常常就是 會懷疑別人他偷的東西 那會忘記一些 比較親朋好友的名字 還有一個就是可能 別人會跟你說 那一種的最近記憶力變差啊 那你們覺得 哪一個是健忘 藍色還是綠色 藍色的 沒有錯 所以呢 健忘呢 他可能是偶爾會忘記 那你可能再想一想 會想起來 那一些比較新的 就想說 你們現在跟我 那個就是 自我介紹之後呢 我可能等一下也是會忘記 你們哪一個的名字 就是短期記憶可能會比較記不得 那失智的話呢 他是長期記憶 像 新冠好友的名字啊 他可能他不知道 他自己記憶變差 這樣是比較 像失智症的症狀 所以見過一個失智呢 講說像這個箭頭 他是記憶的部分 那他其實見過 他可能只是忘記一點點 那失智症呢 他可能是整片段 他就會忘記了 小心 好 那例如像之前 我有遇過一個奶奶 他在打電話給他女兒 好 之後我再動完電話了 過一下 我就說 那個奶奶 你剛剛打電話給誰啊 他說我用打電話嗎 齁 他是整段 是片段 他是會忘記的 那像有些人會覺得說 失智症好像是不是每一個都會有 好像是 反正倒了就是會叫忘東忘西的 那但是其實失智症呢 他其實是大腦功能喪失的一個疾病 那如果說你是持續一直在 可能在思考上 或是判斷力上 有持續六個月以上有問題 那也是一個還蠻明顯的一個 一個症狀這樣子 那接下來有個影片呢 可以是先大概比較簡短快速的 讓你們知道說 失智症他可能 從開始到結束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一次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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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就是在腦部会有这个斑块 它会沉浸在脑部 那最开始就是从海马回 这个是记忆的地方 所以它开始会忘记就是新的东西 那些时间都会儿或日常过 但是其他人会拿来 只不过 再继续 再继续 更多的颜色 进行的地方 进行中的股息 进行车面染上的继续 这些过程是什么 这些时候会发生了这些不同的阶段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